只需滴入黑色眼药水 大脑立马进入虚拟梦境 梦境里 你可以想去哪就去哪 可以从高空跳伞 也可以在阿尔卑斯山滑雪 痛快玩上24小时 现实中只需花费一分钟 疫情宅家 你想不想也来一滴 但这次女人并没有顺利醒来 她被困在了梦里 与此同时 现实中的她开始抽搐 虚拟梦境中 她一遍遍地循环滑雪 这天重复了五六次后 女人的意识陷入了崩溃 眼前的雪山和丛林开始扭曲变形 她冷静地告诉自己 这不是现实 只是程旭代码 终于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清醒过来 这种黑色眼药水 是女人最新研发的 VR体验技术 重生 可眼看就要召开产品发布会了 没想到程旭还有Buff 这让女人有些担心 下班后 她偷偷制作了一份 潜水梦境的眼药水 几年前 弟弟潜水使出了意外 医生宣告恼死亡 女人一直想用虚拟重生技术 唤醒弟弟的潜意识 这时弟弟的眼皮动了一下 她惊喜万费 可第二天 偷用药品这件事被合伙人发现了 她十分生气 因为公司的资金本来就十分紧张 没有成本再去拯救他的弟弟 合伙人告诉你们 有一个金主爸爸 想利用他们的技术开发虚拟监狱 这样一来被定罪的犯人 当庭就可以服刑 仅仅一分钟 就能完成一年的刑期 不仅能节约公共资源 也能有资金注入 让他们的重生技术继续下去 但她直接拒绝了 因为自己创造重生 是为了让大家开阔示意 而不是把人困在房间里 两人不欢而散 回到家 她让男友体验了一下 刚刚开发的滑雪项目 可男友一由未尽 又偷拿了一只 等她发现时 男友已经浑身抽搐 原来她拿成了 为弟弟准备的眼药水 警局里合伙人告诉她 男友已经死了 现在警局要饮 药品使用不当的罪名起诉她 最少要判十年以上 但如果她愿意成为虚拟监狱 第一个试验囚犯 待满一年 警局就放弃指控 女人直接拒绝了 因为在虚拟梦境 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 否则就会意识混乱 但合伙人苦苦哀求 只要一分钟 就能脱罪 两人的事业也能继续开展 否则多年的心血将毁于一旦 无奈之下 女人还是坐上了测试椅 测试前 她反复叮嘱助手 如果出现异常 一定要立即给自己注射唤醒剂 随后 一滴黑色的眼药水 滴入她的眼中 未来世界最残酷的刑罚 就是被关进虚拟监狱 在这里关上一年 相当于现实世界一分钟 所以就算被判一百年 犯人在这里不会老 也不会死 只是要一直承受绝望的孤独 这个监狱没有遇见 没有育友 犯人绝对无法越狱 因为虚拟监狱 只存在于犯人的大脑中 进入虚拟监狱 只需要一滴这种 特制的黑色眼药水 几秒钟后 女人成为了 虚拟监狱里的第一位犯人 这是一个昏暗狭小的房间 仅有一块巨大的屏幕 上面显示着服刑日期 而地上只有一个写字板 和一张瑜伽垫打开柜子 里面摆着几瓶水和罐头 还有一些简单的洗漱用具 第一天 女人信心满满的 坐着运动打发时间 然后吃掉所有食物补充营养 再通过写日记和做算术保持理智 不知过了多久 整个屏幕突然变成了红色 面前的数字变成了002 牢房里的所有设施被全部重置 一切都和昨天一模一样 她终于感受到了这里的可怕 开始寻找出口 可四面都是墙壁 通风口里也是一片漆黑 绝望之下 不断暗示自己这只是虚拟程序 只要熬到计时结束就可以出去了 时间终于来到了第365天 她紧张地守在屏幕前 等待着重或自由的那一刻 可随着屏幕一点点变成红色 牢房里没有丝毫变化 她感到诧异 这时 屏幕上的数字突然归零 计时重新开始 担心的无限循环伴还是出现了 难道要被困死的 自己发明的虚拟梦境中了吗 这时 一阵阴风吹来 等等 密闭的牢房中怎么会有风 打开柜子 角落里照进一丝光亮 推开钢板 外面竟然是一层塑料膜 她挣扎着从洞口里爬了出来 外面竟是一个 巨大的废弃仓库 关押了自己一年的牢房 不过是个铁皮房子 仓库中摆放着 许多一模一样的水和罐头 12个摄像头 连续无死角地监视着自己 原来自己并没有被关在虚拟监狱中 而是真的被囚禁了 时间也不是只过了一分钟 而是真的过了一年 回到公寓 管理员说房子 已经有了新的租客 她又赶到公司 但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女人带着警察 来到自己被囚禁的地方 可刚刚还在的监狱突然消失 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这时她看到了街边的广告牌 自己的VR专利技术重生已经上市了 而合伙人正式成为了董事长 原来一切都是她的阴谋 这是一款神奇的眼药水 只需要一滴 就能瞬间进入虚拟梦境 在这里你可以拍眼 潜水 跳伞 足不出户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最重要的就是你拥有无限时间 只相当于现实中的一分钟 研发这项技术的就这个女人 可现在她却被关在一个狭小房间 这个房间其实是 未来世界的虚拟监狱 同样也只需要一滴眼药水 就能圆地入狱 时间到了365天 原本这是结束虚拟监狱的日子 可就在这天 女人发现 这一切都是合伙人的骗局 她挣扎着逃出了所谓的虚拟监狱 与此同时 合伙人也开始追杀她 走投无路的她 只好找到了闺蜜 她这才知道男友并没有死 发生的所有 幸好自己一直没有 交出技术的核心代码 他们连夜来到重生总部 拿回了储存员代码的印象 女人总算放心了一点 在被囚禁的一年中 她一直在编写 可以唤醒弟弟的程序代码 她立即带着眼药水来到医院 不一会儿 弟弟缓缓睁开了眼睛 可没来得及高兴 弟弟突然浑身抽搐 梦境中 她竟然再次逆手了 要知道 现实世界里的一分钟 等于虚拟世界中的一年 现在弟弟正在虚拟世界中 循环经历着溺亡 看着弟弟痛苦挣扎 女人狠心拔掉了氧气管 这时 她突然听到有人在呼喊自己 虚拟和现实的画面 交叉出现在眼前 她惊恐地意识到 原来自己还是处于虚拟之中 朦胧中 她看到助手拿出了唤醒剂 下一秒 她在公司的测试以上醒了过来 而梦境中经历的一切 在现实中仅仅过了八分钟 原来她的确进入了虚拟监狱 只是即时结束后 她并没有顺利醒来 后面被合伙人陷害 弟弟陷入循环逆亡 这些都是她的潜意识 而男友真的已经死了 现在她终于明白 为什么父亲一直反对自己 研究VR重生技术 因为长时间的体验后 真的会无法分清虚拟和现实 她依然决定停止研究 可合伙人大发雷霆 质问她到底为什么 女人没有回答 并且撤走了专利技术 这天 合伙人发现她 曾在虚拟监狱中越狱 还和其他人产生了互动 她十分兴奋 因为这正是两人 一直梦寐以求的新功能 交互虚拟世界 合伙人希望她们 再次进入虚拟监狱完善数据 但经历那可怕的八分钟 女人直接拒绝了 这时 合伙人突然把一只眼药水 强行滴入她的眼中 她再次进入了虚拟监狱 但已经有了经验的她 这一次仅用了十天 就靠着强大的自我意识性过来 她趁合伙人不备 把眼药水抹进了她的眼睛 她要让合伙人也感受一下 虚拟的鼓 第一次进入虚拟监狱 合伙人惊恐万分 很快 她的身体在现实世界中抽搐 但女人依然固执地等到了 第365天 才给合伙人注射了一针幻血迹 恐惧在她的眼神中 久久挥散不去 合伙人终于感受到 这项技术的可怕 解散公司后 女人来到医院 停止了弟弟的卫生系统 让她得以安息 她终于放下了救弟弟的执念 而合伙人也放弃了VR项目 影片到此就结束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虚拟试经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